《慈悲心法语》 《慈悲心法语》 我们平常的人相貌稍微好一点 就以为怎样美丽 其实不知道佛的印华身 已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何况佛的圆满报身 千丈卢这那 八万四千相好 无量无边的光明 那更是不可思议了 这种功德相好 完全是在印地中 请菩萨道士修来的 所以我们要想 同佛陀一样的福德畏畏 那就要学诸佛那样的发心 九 普通一般人的理想 生了儿子 长大的最好是做官发财 但如果一个女人 生了一个儿子成了佛 你看 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 唯佛母佛父 这不但是报答父母的大恩 就是罪恶方面 也就不会加增父母的重担 亲生的父母 固然得到好处 就是多生多结的父母 也就占广不少 我们因为要报答父母的情恩 所以应当学佛 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我们放开眼睛看看 打开耳朵听听 除了佛以外 还有什么人比得上佛的智慧 佛的慈悲 佛的功德 佛的神通 像好三昧变才呢 所以我说 要同佛陀一样 那我们就决定要学佛 二 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误会 大约有三点 一 误会佛教对于国家没有关系 他们以为 他们以为国家是入室的 而佛教是出室的 是消极的 二 误会拜佛念经是无聊的 是迷信的 三 误会出家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贡献 他们以为 他们以为是农工商各有职业 只有和尚是寄生虫 是分立的 三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首先了解什么是三宝 什么是皈依 继而知道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要答复这个道理 就是要明白佛法的内容 然而佛法的内容有无量无边 而最恶要的又莫过于正见 这种正见又从何来呢 那就是从正法而来 正法就是佛法 因为佛法中最重要的教理 就是身性因果 所谓做如是因得如是果 做恶因得恶果 那么恶事当然就不敢违 而善事就要勉励去做了 人人行为向善 世界自然也就会太平 佛法就是就在此 而我们为什么会皈依三宝 也就在此 5.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首先了解文法的重要 和唯一法呢 就是在寂寞广大无垠的空间 四十千流不停的时间 乃至其中的形形色色 事实物物 通通叫做法 法有两种 一种是有漏法 另一种是无漏法 一 什么叫做有漏法 就是不明事理 随烦恼造作 生死不断 轮回无尽 犹如漏气圣水 终不能买 所以叫做有漏法 这一类的人 叫做凡夫 二 什么叫做无漏法 动达人生根本道理 不随烦恼而作业 正道不生不灭 轮回极端 犹如顽气圣水 亦滴不漏 所以叫做无漏法 这一类人 叫做圣人 六 世间一切众生实在是苦 既苦则空 既空则一切如幻 我们文法要从文入观 起身达如幻的智慧 知一切法既如幻化 不过众生 不过众生迷而不悟 七 那么 同体无我的大慈大悲心 不要你勉强去发 它都会如怒潮一般的发出来 我们只要依着这条路走去 每日 从朝至暮 只要自问自心 不须问着旁人 我们造成佛的因 决定不会收众生的果 八 正信佛教徒应有的认识 一 正者 不邪为正 信者 信仰 即 崇拜敬仰之意 孙中山先生 所谓 由信仰而发生力量 故力量发生于信仰 如有真实信仰力量者 要在千军万马当中 不能夺其智 刀具在前 俘获在后 坦然不惧 丝毫不动 到此田地 才有信仰之力量 二 所谓佛者 绝也 所绝者何 所绝者是 有如是因 必有如是果 云和为土 土 及弟子之意 我们知臣佛 乃由师父教导之功而来 而师父之能 教导我者 由研究经典而来 不身从法来 法从佛来 佛从法来 法又从身来 离了法离了身 则亦不能成佛 三 对佛法 生三宝 不可分别心众 有些人 指知拜佛 对僧众抱着 藐视的态度 这是要不得的 或指知研究经典 但不肯拜佛 此事重法 清佛 若无佛 那有法 又有些人 对于师父 则尊重 礼拜供养 但不肯看金 只求得个师父 就够了 此事 众生清法 若无法保 师父 又从何而来 四 世间的一切 都是虚妄不实 所以要归一三宝 多修福慧 福慧圆满 即可成佛 而最低限度 亦不致 失去人身 是看你们有屋住 有父母 乃是样样俱全 可是我们则条件缺乏 你们乐 我们苦 其上帝之不平等 如是也 要知福慧 乃自己求知 或如亦自己造之 燕云 或福门 为人自招 孤劝大众 先要修福 求福之法 要利益他人 好比对方的人 无论是父母 兄弟 亲戚 邻里 乃至社会国家 凡有丝毫损人利己之行为者 为之害怕 此就是这福 若无福即有祸 祸非外来 亦有自作而 故云 为人不做亏行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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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